五官义品,义品载印 大家首先先看一下料 这个料子,我这样放胆着 看来挖,这个料子它就是肿老 然后还挖,这是我之前挖的 但是这里还很迷 既然我们的灵虫之手,龙 做出来是相当的成功 就说明我们的方案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就做走兽之手,麒麟 麒麟,我们不要提炫于麒麟送鼠 而是先用这块料子 随着这个料子来摆成动态 因为它有一些棉 有一些棉比较肿 我们先要摆对 通过动态把这些棉打掉了打掉 所以就不要给它下框架 你只是提材就可以 不要在提材里面麒麟送鼠 把它再炫的丝丝的 这个料子有点差 他说切料子,这样做什么就做 迎接宗神龙 走兽宗麒麟 我现在的麒麟不要开了 还没泡光 这个葫芦这样做 就肯定是上面有裂 所以才会这么做 或者有毛病 这个是葫芦啦 这个不是瓢啦 奇怪 这个效果就真的是一流了 航家料,久久都是航家料 这个是啥?这个是硬 这掉的是啥?麒麟 五官一品 一品斩硬 这是从上面切下来的 一般来说 这些上面都挺漂亮的 就是这个有点丑 其实这样子更好吧 这个厚度有6毫多 薄的位置有5毫多 6毫多 五官一品掌硬 你看,他的掌大在硬上 掌硬